今天我们讲的是我说的方法系统的重心部分, 并不是以前说那个不重要, 以前我说的那个东西动了以后, 再凭这个故意就容易了。 这个我宁愿意把别人的一句话,用一千句话讲, 武秀明白,我可以说啊,我今天说的这个,就是我,在另窗的,怎么想的,就这么说。 你听这个,就是听我啊,许许多多的,无声的语言。 今天这个小题目啊,是辩证法,是方法系统论。 我们上一次讲到辩证。 辩证要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思想方法。 我们怎么看待病,怎么看待人,怎么看待那些现象,去怎么思考,是怎么判断,怎么着立法。 为什么要用这张方法,我彻底的讲清楚。 你要真是了解咯,再遇到病毒,你不用找别人,让别人找一个幸福。 我说这个一点也不过分,你看看我,你听听,我是不是说的这个。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正义辩证,是从疾病现象中,思辨,去思考,辩辨。 区别。区别什么?区别疾病的本质。 那本质是什么?比如说,所有的疾病,这个疾病的本质是什么? 当然我们要说的是共性,不是说的一个个性。 说的共性,所有的疾病,不管什么病,都有一个本质。本质是什么? 不是它在神体上出现的一些陷阱。这不是本质。 我告诉大家一句话。疾病的本质是人的本能系统,在疾病过程当中活动的趋势。 这是那么极定的本质。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手下要确定,我们得了病。什么是病? 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但是我们在这几千年的史当中,没人界定过。 要不然的话,你见到这些大家民,你问这些什么是病呢?先生。 我说不清,他怎么回答。你问十个人,可能有十个车位。 这就是说没人界定过。你想一想什么是病,你也想不出来。 反正我知道算是病了,但是什么是病呢?你说出来,说不出来。 我说,我们首先要确定。认。认认识自己。 我们怎么认识自己。 我们怎么认识我们自己。 不是你那个身份证啊,那个你。 所谓一个人,所谓一个人。认识我们的生命是什么。 生命为什么能够存在? 0.03年。02年。01年。 这是0.00年。 苗之方是死了。活了116岁。 他怎么活了116岁。 十一种熟的那样子,活了116岁。 十一种熟的那样子,让来个活了15岁。 我们要认识到这个了,我们才能认识到命。 你,为了保护我们这些生命是什么? 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本能。 一切的疾病是我们身体的本能在保护我们的活动的过程。 就是病。如果你要确信这一点,这是病,那么这就是病的本质。 今天我讲第一个病,你看看是不是。 以后我讲每一个病,不管是传染病还是工人性疾病。 完全不能离开,本能在保护生命的活动这个过程。 保护不住了,就生存下来。保护不住,那这个生命的结束。 要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着保护自己,怎么着保护别人。 谁是对的,谁是错的。 你看看,这个大问题解决了。 这个问题有多大呀? 现在来说呀,是全人类95%的人的一个大问题。 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全世界总人口95%以上是不健康的。 那百分之五啊,那百分之五啊,也逐渐地减少。 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非常地重要。 您听听,您看看是不是,我每天遇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每天呢,就会咬回呀。 我是越来感觉越强的。 昨天晚上有一个孩子,我不知道是谁,孩子给我打电话,说烧了40亿多。 怎么办?我说不要退烧。 我给你开了房子,我问你几个问题。 肚子照顾长说,让了。 照顾的反应,我说好了。 我开了声,带荒干草,晃清之窍。 我说,做六次吃,吃一次要吐了,再吃一次又吐了,崩吃了,这变好了。 要吃一次没素,等着。 李老师就好了。 这在今天,没听的电话,这孩子已经好了。 过于人是这么处理吗? 不是早跑一万书房页了。 大家可能现在知道书页是怎么回事儿了吗? 如果不知道,打天哪里。 我不探这个问题。 我是说到的这个,激进的本质。 本质是生命本能系统在保护生命的一个活动过程。 那么,这个辩证是什么呢? 就是认识到这七类现象。 从这七类现象去思辨它的本质是什么? 来认识这个病。 从这些现象上来认识这个病。 认识病的什么? 认识这个病的本质是什么? 很简单。 认识病的本质是什么? 我再深入一步说。 什么是本能活动趋势? 什么是本能活动趋势? 什么是这个疾病的本质? 怎么着思辨才能认识到这个趋势呢? 这就是别的方法。 这就是判斗的这个方法。 今天我第一次说明这个方法。 当然,第一次先说这个现象。 先说正。 提象、脉象、奢象、奢象、生象、色象、意象、物象。 书下说这个现象。 我们在认识。 比如说你看病人间。 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 第一眼看到的是提象。 这个人的神经呈现出来的一种现象。 比如说发烧。 还看到的是什么? 还看到的是什么? 义象、武汉、未汉、泡棱。 再一个提象是什么? 没汉、喘。 再一个是什么? 我脱汤、我脱汤、我脱汤。 我脱汤、我脱汤。 这都是现象。 我们怎么去思考这现象? 怎么去判定它是什么? 今天我们说发热。 为什么要发热呢? 你要问自己。 他为什么要发热呢? 你别问别人,你问你自己。 你要问别人说你傻。 他发热,他发热了。 他怎么发热啊? 他说不出来。 你问自己。 他怎么要发热呢? 这是一个思念过程。 你要知道。 他为什么。 武汉。 体温上到四十度, 他应该要量爽一点。 不。 他还要劝我颤抖。 老叫这个,再盖一个被子还冷。 这又是为什么? 这是一种现象。 还有一种现象。 不发热。 什么叫不发热啊? 大家都知道, 我们神体有一个积出体温。 就是未吃生命过程的一个基本的鼠枝。 常常在这个鼠枝上。 有时候泡一点,有时候地一点, 在这个鼠枝上。 就是基本上一个动态的稳定, 在这个鼠枝上, 叫积出体温。 这个不发热。 这个不发热就是啊, 在积出体温。 一向, 爆喝积出体温。 武汉, 老跑党。 这个不发热。 这就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对现象的思考。 对现象的辨别。 是属于这个, 是属于那个。 是属于一种什么情况。 我们说发热。 为什么叫发热? 当然叫身弱也行。 可是, 过去啊, 我们的王上说发热。 他不说身弱, 他说发热。 你认为这个发怎么有意义吗? 不是。 是, 是身体里发出来的。 身体里发出来的。 身体里为什么要发出来的? 你啊, 一定要适时地, 别忘记。 我们身体内部, 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十一个本能。 当然不是十一个。 我这儿是十一个。 以后啊, 也可能还有所发现。 我们现在就说十一个本能。 这十一个本能是最神奇的。 最可靠的。 最聪明、最有智慧。 一个保护我们的系统。 是, 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你要忘记这一点, 你没法四遍啊。 我首先站在这个基础上, 看花若, 看古花若, 古寒, 看头疼, 看所有的现象, 一定站在这儿看。 你要不站在这儿看。 你啊, 怎么想, 七阶国也是偷的。 我告诉你的话, 你不要吃银。 这个世界在错误中, 对待生命, 已经几千年了。 你到这儿吃银了。 你要是相信我的话, 你吃银。 你要不相信话, 你要不相信我说这句话, 你臭我嘴巴也是应该的。 到你明白的时候, 你一定会相信我说这句话。 但是现在你没有明白, 你还是明白了,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但是我知道一个, 讲了你一定会明白。 我们为什么要说这儿? 这在我们那个神奇智慧的本能系统上看, 这是因为外界有一些有害的东西, 包括病毒、病菌、 和一些其他使人治病的未成物潜入进来了。 你看, 我们自己知道不知道? 说知道也行。 说不知道也行。 你说知道, 你却没感觉出来。 但是你的本能系统啊, 早已经得到消息, 已经行动了。 还要发伤。 还要统员内部的能量与物质交互代谢的一个系统。 decade. 你现在在医院里的昺压怨, takecar他们大量的能量。 Υrd scenes. 使用大量的能量。 干嘛呀? 提高体温 加强循环 让汉线 分泌汉液 把它排出去 这是我们 那个神奇的 排一本人系统 他在 做这个活动的时候 放上 为什么要放上 就是要 把有害的义务 排出去 不过从什么方向 它是要排出去 那么 污落武汉的 说 提温 在积出体温 一下 而放了 这也是 我们的本能系统 在做保卫这个生命的活动来 你想一想 这个人的 这个人的 系统能力 量一个 积出体温 都维持不住了 就没有能力 给这个生命 给这个生命存在 一个 起码的条件 都不够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本能系统 我们的本能系统 是我们的血液 向内去 保护啊 保护这个人的 重要的器官 让我们提周围的 这个顺环减少了 弱量降低了 所以他就有武汉 你看 放弱武汉 忽弱武汉 两种现象 都是本能系统 在保护生命 生存活动内 出现的一种势力 我换一句话说 放弱 平稳胜早 无论有武汉 欲美武汉 都是排义的 都是因为 外院成纪念 如果武汉 如放弱 是排义 法若有没有武汉 都是排义 但是 还有一个 美若 提问不高 当然 报科提问比 不论我武汉 欲补武汉 都是累了 什么这边 大家记住这一点 手下把所有的疾病 千病万病 所有的病 分成了两个 一个是内元性疾病 一个是万元性疾病 内元性疾病呢 是自主调节的方法 他这个本能系统是自己要调节他自己的障碍 这万元性疾病呢 这万元性疾病呢 是本能系统 要排义 把病理物质要排出去 这万元性 内元性疾病都带着一个方法来 这是法则 是绝对不能离开的 所以我们要变成敌物 有变成敌物 汗线分泌,汗出来了,义务排出来了 我说笑人一点,病毒、病菌排出来了,病好了 你想一想,汗有什么能比这个方法再好的? 它怎么肯定有别的方法呢? 咱们用着这个生涯病带,用着这个生涯酒精擦身,强迫降温 用着这个生涯激素降温,死多少人谁通缉了? 大家最清楚的是飞电 飞电用激素降温降的结果是什么? 游,游入共赌,任人皆知 等到你们知道本正系统以后,你再看,你就更明白了 传染病,所有的并渊性的身体侵入 那种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的本能系统胎椅 我们自己去为胎椅,掃清一些神体上的障碍 提供一些帮助,没有递入这个方法 另三年,等帖套先生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那是不自觉的 说要拍案,怎么着拍案呢? 第一,你有足够的提问 第二,有足够的提议 第三,各个系统 最起码的是一个代谢系统 功能要完整,没有缺陷 这才能拍一个 唱一个也不能拍,怎么办? 这就是需要一生的那一点帮助一下 我说到了一个方说 说到了一个武汉 说到了一个哪约性疾病 一个外约性疾病 根据放弱武汉 会侮辱武汉 来分别哪约性疾病和外约性疾病 这两个现象的内涵 就是哪约性疾病和外约性疾病 就是本能系统 开意 会自足调节的活动内容 这就是疾病的本质 终于辩证 这是第一个关键 因为外约性疾病和内约性疾病 都相应的有一个大的法则 这就是终于辩证的第一个大法门 第一个大法的一个门户 你从这儿走进来 你从这儿走进来 再进入一个一个的病理过程 今天我们讲一个病 我认为这个病的内容 我认为这个病的内容 比较方式一点 我们现血这一个病 这个外约性疾病是很多很多的 而且不断的有一些新病种出现 终于会西方医学不一样 西方医学对待一个新病种是陌生的 是没药科治 等到研究这种新病种 是一种什么东西 甚至于把一些病毒病菌都变好后 再研究 再研究 杀死他的 或者是医治他的药物 这时候就说不清是一年以后 可是这个病啊 不等着一研究出来了 他再来拜房间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 说不好听的话 就是坐一带地 说好听一点 就怕着心要出来 忍着 说来说去 西方人还是 得到这个新病毒处来后的研究药 这个 这个现象在中国 有一句俗话 叫 我斗儿煮兵 令磕绝井 说道让啊 咱得制造兵去 说渴了 赶紧往井喝水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 因为我们这个医学呀 不是马的医学 不是说 我看准了你 我是拿个枪 拿个炮打你 我在研究那个炮出来 我在 跟你作战 我们不是 那个方法一定失败了 这抗生素 这些年 制造了一个超级病毒 制造了一个超级病毒 无效的 彻底的说明了一个 对抗观念失败 一个观念的失败 一个观念的失败 不是说这个要不行了 所有这种方法的要都是失败了 所以我们对待这个心境中啊 和西方日不同 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样的 我比 倒个比方说 我这个家 我不许外人进来 进来不是偷东西 就是毁坏我的家 我不许他进来 他进来我就让他出去 姓张里进来 我把姓张里哄出去 姓李里进来 我姓李里哄出去 我就是把他赶出去 就是排异 我们是排异 不是对人一会儿开墙 不是一种把的 而是不管是谁 不受欢迎出去 所以我们不存在那个问题 你看 飞天 这种清流感 在西方日市的心境中 中国人一律不论 不论你新旧 进来都给你出去 出去都完了 这是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个本能系统 外国人们也没有 他们不知道 千万 你别说 外国人还有不知道的事儿了 就是你知道 你千万别这么说 你怎么说啊 不好 你得网上看看 昨天我才知道 理工大学有一个孙超明教授 也七十多岁了 他是美国众医医药研究所的研究员 外国的事儿啊 他知道的早一点 知道的多一点 你看他写了一个东西 好吧 外国人得了恶伯人将近这么一个 得了三个恶伯人将近什么 我记不住外国人的名字 你看看 他们也在寻求系统医学 我们现在也在寻求系统医学 你看他走在哪儿了 我们走在哪儿了 他昨天他告诉我 他说他那个播客有多少多数日已经看了 你不放也看一下 所以对这个传染病呢 我们跟西方人不一样 今天我说一个病毒性传染病 病毒性传染病 这个病毒性传染病啊 大概就是六性传染病 你看他这个症状啊 你看看是不是 你们有愿意的 你们有愿意的 因为临床的年代 你看看是不是 我们为什么在这儿写 叫病毒性感冒 我认为 这个病毒性感冒啊 有特征 第一个特征 就是身疼 昏连疼 感冒昏多 就是病毒性感冒生疼 别的感冒也不舒服 但是没有这么痛 身疼 腰痛 股脊痛 股脊痛 高少 人伤到四十度 四十一度 四十一度 四十一度以上 方若武汉 蹭身颤抖 船 就是没有汗 这个就是发若武汉 身疼 腰痛 痛痛 孤体疼痛 没汗 船买附近 这是现象 这个身弱呀 比较高 从38度上升到40度 41度以上 如果体温到了40度时候了 这病人啊 包括家庭啊 会恐慌 要求退烧 这时候啊 很容易啊 用冰袋啊 用酒井啊 改进来用退烧药 用激素啊 退烧 大家在医院来看见过 大家也可能自处经历过 教的人也经历过这个过程 畅畅是因为医师的苦惑 求医师的快感 就用了无理方法 啊 或者是用化学药物 烧是暂时退了 如果说不会再烧上来 这个人留学的 这个人留学的祸关是不肯故量的 如果要是再烧上来 刷刀比不少也要好这波 就说要有一次机会可以排案 可以排阱 如果给人两次拍一个机会,镇压了他两次,他又发烧。 第三次,这个本能系统非常的弯强,他的保护能力非常的高。 你打击了他一次,他反抗了你,他还要拍。 你再打击他一次,他还要拍。 你打击他三次,四次,你把他打倒了。 病人没有拍一个能力了,这可就麻烦了。 带来什么麻烦呢? 可是恐怕到不得这么一二三次,二二三三次的折腾,早肺炎了。 肺炎了,你还是要退少,那就肺感染。 肺化农了。肺化农了是什么意思? 肺炎了,你头 发现出去你都没有办法 这非党业严 火龙 你更没办法了 情的时候你治不了 重的时候你更治不了了 谁负责任呢 到最后秉仁负责任 你要是独东正看着也很自然呐 死就死了 你才就治不了啊 好药都用上了 没少好钱呐 这话不都这么说 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是人为的地方 大家也明白这个事了 怎么看这个事啊 我说到这个地方 能考虑一下 这是个什么问题啊 你就是因为自个儿不了解呀 你自个儿不了解你自己有这个能力呀 你也不了解这个本能系统是要出汗的 你呀 得了 我自个儿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知道难受 你别让我难受 我把命交给你吧 你交给这都熟下了 我就给你治吧 我非给你催着少不行 你今天要知道这个问题了 要再看见这事了 你可能有一个都憋着想法了 哎呀 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都说 你 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呀 我们还有一个文化问题没有解决呀 你都谋不出卖呀 谁是智慧的 谁是愚昧的 就说这个病 放入我汗 怎么这么高的体温汗 怕怕冷啊 那照常理 我们在落的时候是要出汗 体温呢 到了三十八度 就出汗了 出汗了 我们平时不弱了 凉了 比我们手温度还低呢 可是这个弱呀 是本能系统制造的 它制造这个弱 是为了要发汗 汗不出 这体温继续升高 肌肉颤抖 磨擦升落 提高体温 满腹 满腹 是顺患系统向提周围大量的供学 提供体验 还出来汗 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 这汗腺早已经到了分泌汗炎时候了 它不分泌 问题就在这儿了 问题在汗腺不分泌了 这是我说的那个病史 这个圣经本能就是要排汗 枪力的排汗 出不来 出不来是因为汗腺不分泌 这是一个病史 那么我们要不顺势呢 我们就让它排汗 支持它排汗 帮助它排汗 看到了汗腺不分泌 我们知道 我们有药啊 可以促进汗腺分泌 给它一点 汗腺一分泌 汗一出来 排出来了 提问很坏 就会回复着什么 你要经历一次 你就恍然大悟 哎哟 原来是这样 什么样啊 我们的本政系统是这么神奇啊 我可明白了 就是这个结果 你经历十个病以后 你明白十次 你经历二十个病一次 明白二十次 尤其你要经历到 那所谓众神疾病 说不能好 长得是大嘴 在辩识台上吃大劲说 瞪了眼督子 谁说能治好这是骗人的 这话本身就是凡科学的 他自个在反对他迷信的那个玩意儿呢 他自个都不小 你治不好别人也治不好 天下就你一人了 天下说你一人 天下 UFO. 天下 说你自个了 行啊? 别说天下 对这到处 都就是能治好这些 终身复要的病 你做何幡想啊? 您还记得您那时候这么说过吗? 我们不谈着,我们要记住一个问题 本能系统是保护我们最慎气、最有能力、最有智慧的系统 忘记这一点,就会忘记自己 就会把自己的命搅给别儿,搅给你吧 我是没法,爱怎么滴怎么滴吧,爱喝粮 今天这个病毒性感冒,太简单了,你看一样吧,没不害怕的 第一个要求,赶紧退烧,赶紧退烧,这又烧不行,这又烧死了 我没见过一个少死的 我见过死的,我没见过少死的 法师死的都会质量有关系 要是质量的证据一个死的也没有 不是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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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说八人,天活儿没有死争。 一个六星星感冒当然没有死争。 可是现在一个六星星感冒,感冒肺炎肺炎,好像是一个自然果实。 其实这万算是人为的,感冒就是好了,自作完了。 知错,这是肥炎。怎么错,就是不让出汗。 怎么说不让出汗,我叔父里给你讲文,我叔父也要给你讲文,这就是不让出汗。 发不让出汗,肥炎。 害不会治得肥肺炎。一步一步的生意。 什么药,你莫方他?莫方醒儿,贵枝赶草,是吧? 吃了就好。 畅畅水浮药,熬两次,混合起来,十分之一,除了汗好了。 说先生,生前的药怎么呢?我说佛老扔了就行。 扔了就行。 吃了就行吗?不能吃,扔了就行,扔了就行,不能吃。 你再吃还好吗?没必要啊,就是半个药。 一次药都好。太简单了。 我下一次,我着重地给大家讲梦荒唐,奋心梦荒唐。 我这一辈子怎么想的,我下一次周日,我得这么说。 今天我说到这儿。 我讨论一下。 尤其你搞另窗的人,你多问问。 你掌握到他以后啊,会有很多人得到好处。 谁说?谁问? 那个病毒性感冒为什么会很疼痛呢? 就是为什么会生痛呢? 为什么会生痛呢? 我想啊,这个病毒性感冒, 这个神痛啊,是等独性感冒的一个特征。 说为什么会生痛。 说神痛,不说头痛。 烧到四十度一上, 正强烈的代谢。 就是,物质会能量在近距离进行交换, 这些废物。 产生的一些废物。 因为美汉派不出来。 这些废物,在血液里存在, 是有毒害的。 在血液里, 是有毒害的。 血液, 是公粮神经的, 造成的神痛。 透透, 是因为, 大量的像匹庙奉学, 血液, 脉筋, 血液, 身高。 透透, 是一种重血性的痛痛。 , 谁好问? 您所? 您讲的这个, 关于流性性感冒和病毒性感冒这个问题。 刚才讲的这个, 用这个 现代西这种对抗疗法, 然后造成了这种 这个后患没有实现 是有体会 一点都是危险所听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现在小孩有病 我到了孩子和幼儿园 看所有小孩都是那样的 不断地在活动 到医院而合一看 全部都是这个志法 感冒了 发烧了 退烧了 退烧了 一次整整退 抗氧素用到 最后退烧退不了了 咳后治不了了 退炎了 不管了 其实最终能外 因为实际上病人 还有病人的家长 是没有办法走从无路到医院去 但是这种志法呢 一二代代而三的这样子 也被重复的时候 就认为必须是这个办法 命无感到真理的时候 这种遭殃的的确就是病人 但是我从认识波罗 从听到波罗的这种 就是利用我们本能啊 排疫的这个过程 我也得观察我家的小病人 一步一步的从肺炎 从慢性智慧管里面 现在走向了一种恢复的状态 就是他的本能系统 真的是非常弯强 这个小孩在医院治疗 就是最初感冒发烧 最后反复的用抗氧素用的时候 是的 这问题部分时间很长了 我看有个三年五年内 差不多了 因为现在呀 这个传播的速度啊 是比钱快多了 有好多的这个信心系统 会把这个道理 串过出去 串过出去 当然是有问题 你说 老师如何从本能论的角度来 产出这个伤害论里面说的 核病和病病 就是有阳性病和阴性病病吧 你问的这个倒是 倒是个问题 在伤害论里面有个核病和病病 这个核病病病啊 在本能论里头啊 不存在 为什么说不存在 就是啊 不是核病病病 那这么一种观念 这个病啊 在哪儿都有 中医不这么看 他不看是两个病喝起来的 他也不看多是 三个病喝起来的 他对于任何一个 多么浮躁的病 都看成是一个病 是一个系统 在伤害论里面 他喝的病是什么啊 这儿谁学过伤害呢 谁学过伤害呢 谁去受 你不说了 你问了好几个问题 算什么样的问题 原来你很有希望 中医要早些都把他扔在 伤害呢 算是一个课上 你抱着他不放 这还用问呢 你讲的一定是有成就的 可惜就是你一人学不上 我问一说 我问一说 一人我问一说 有二样病病 对不对 有三样合病 三个阳性病 合着一个病 有两个阳性病 病病病是什么 喝病病是什么 这一点 你看 这两个字啊 很有意义 对吧 是这个喝病 这个病病吧 病的病是什么 一个阳性病发生了 还没有结束的 又一个阳性病 出现了 这又出现了 第一个还没结束 这叫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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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样合病 太阳 少样 样 命 三个阳性病 一块发生 同时发生 这叫和平 在本政系统 在本政系统里 因为它是系统 一些 没有多少遍 它看就是一个系统 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系统 张忠敬 张忠敬 这位省人说的 喝病会病病 谁也不敢说 顿 是张忠敬 说的 还是望书克 说的 还是那位先生说的 这不过他谁说 他的含义是这样的 以前我认为 我在上200求战 那时 我认为是张忠敬 说的 现在我又不那么看了 我是张忠敬 不可能说这个话 我也不敢说主文 但是我是有道理的 意思说 太阳与阳明病病 一个是 因为张忠敬是个方法系统 首先确定了它是方法系统 太阳并是用罕见在表结 不是光是哈报科系统 它是变好结 阳明病就是透过像 从这个时候拍语 但是拍语是一样的 所以它都是阳性 一个是向表 一个是向 向内 向向 一个是向向 一个是向外 一个是向上 一个是向向 一个是向向 但是都是拍语的 因为都是阳性 那么叫病病病的 不是啊 这个人呢 既有拍语的 反扬 又有表结的反扬 又有从 笑的反扬 他就说了个 病病 喝病也是这意思 那如果说 不愿意在上海论里出国呢 那一个 就这么记着处理才能行呢 那远从上海论里走出来 走到本能系统来 那你才算完整 你光是有一个生命的方法 你还得要有生命的见识 有生命的理论 我还是建议你走出来 走出来 并不是你没有上海论 神经上海论大了 大它会天一样大了 你现在有上海论 它是半个天 就说它是第一吧 因为它是方法 它是看不见的一张一张的房子 我讲的这是看不见的 一道片 片 啊 你片几人才算合一样 对不对 中间是人 现在是房子 现在是道的 没有理论的行为 是盲的行为 没有行为的理论 没有行为的理论 是空谱 我怎么看 老师 如何看待 超乎我们想象的智能 这个 橄榄水 是空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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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流动的雨水 是空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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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雨水 那不叫漏水 那不叫漏水 他不懂这个漏子是当什么样的 漏水 是空谱水 是空谱水 知道吗 以勺阳之 水上有株子五六千核相足 是空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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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在这儿 这五六千核独自相足 是什么意思 你说是什么意思 讲过吗 没讲过 我断定他讲不了 我觉得 那如果从现在的角度讲 可能跟水质有关系 那我说不行 你说是怎么回事 大事 跟什么什么有关系不行 这话 这话不是一个科学态度 也不是一个科学的表述 但是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我问一下吧 这个水的表面张力增强 非常的强 表面张力 怎么这个水 水在水上这么转动 它跟水不融合呢 什么样的水 才没有这么大的张力呢 我往下不用说了 你可能明白了 这水的结构是什么呀 粪子 对不对 什么样的粪子 水的结构是团状的粪子 都是在二三十个粪子结为一粪 这水是一团一团的粪子 这干干水 这个水粪子 不是三十个一团 也不是二十个一团 最多是三无恶一团了 他能把粉丝团破坏到这个程度 这一团老祖宗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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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头脑太聪明了 甚至于后世子孙 什么老四个人的祖宗 什么封建法 什么这个不宗吧 哎呦 他这个子孙才是最没出序的 最不宗的那个 怎么这个时候才是两千年呢 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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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一是手 啊 是手啊 能一制造出 这个地分子的水来 能把这水的分子窜了 打碎了 出现了水的一个物理的 一个特殊的物理形狂 你要是这个水吸吸你的脸 吸上散天变样 你要不你不行,你洗板子,你又是板子。 我说的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我们的湖里的水头,比我们的花的钢棒子还厚的, 你灌上了一壶橄榄水,烧台把水倒出来,一晃,水都哗哗掉了。 我老家,那种不愿意,有一个村子,叫炼花池, 你打石子,中楼,炼花。 那儿有个庙,叫炼花岸。 炼花岸的一个井,叫炼花井。 多美啊!你这么一听,你不叫这美啊! 那儿好吃人家水,就是这个水。 每年这儿赶庙、庙会,唱大谢, 三十里、五十里、百八十里的那赶庙, 带着人家呼,吸呼。 在吃着这灌一壶水,晃晃晃晃晃,一道晃晃,水后马上就要了。 要喝着这个水啊,就在这个咬出来那一瓦水就没喝。 走不了一千米,你找洗手间去吧, 谁撒尿不喝,就这么水。 连好井人的水也是这样。 多么天汗,这水啊,水那儿的不叫酱。 后来我从北京回去,再找这个井。 那个小,二十,这么高的时候,跟着奶奶去赶庙去。 然后想这个井,想看了那个,那儿那儿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一片水去井,不知何处去。 最近呢,我又听着说这个井。 叫宣井。 叫宣井。 老子的出生的, 是老子文化学院的, 老子文化研究院的院长。 你能不能上我那儿去看看呢? 我那儿有个宣井。 说一千多口的人吃那个井。 那个水面老不往下降。 水面那儿不往下降。 水面那儿不往下降。 他还说那儿水有这功能有那功能。 他飞了,然后去砍研究院。 我说行,赶紧说。 赶紧开会,我去砍研究院。 那么大年纪了。 我真是不得好意思。 他不论,你答应不答应。 他有个磕头。 他摆我为师。 我说,那儿好事。 我说,我去砍研究院。 我说,你把这个井缝起来。 他说,我缝起来了。 缝起来了。 他是人道代表。 你看他这个。 我记得头衔。 那道贯的道长。 他是人道代表。 他这企业一家什么。 他折腾的兄弟们。 这这儿是不行。 我看看他回来再说。 我现在我没见。 不该确定还有这个井。 有点什么神秘的东西。 我说是老子那时候有这种井。 他说,老子那上山落水, 就是在这儿说的。 这个事儿在哪儿说的。 这个问题也不大。 反正上山落水, 这是有这个话。 这个好说的也好。 谁能讲解那个上山落水吗? 谁说说这个上山落水? 你说。 他后面一句是水善力万物而不争。 怎么呢? 我说他的后面一句是水善力万物而不争。 我觉得就是水善力万物而不争。 善力万物而不争。 我觉得是一种随顺。 比如联系我们刚才所说的医学这个本能论。 就是你要随顺你机体的本能, 它的表现去帮助它, 随顺它, 而不是跟它对着感。 对待所有事情也是一样的。 随顺。 心情已经受伤了, 上山落水。 他意思是表达这样的。 就是说, 好的方面就跟水一样的。 能够保障万物, 能够处低位, 保障万物。 然后来讲, 帮助万物。 这一样有缘的一件事。 这个水, 它是努力自然满的。 这是没错的。 你还想到水来了。 自然的谁呢? 这不是真事吗? 每年有多少红烙的地方, 严死了多少生日, 被人造成的灾难。 这也算算了吗? 它怎么溜, 溜得哪儿哪儿的, 跑起来了。 到底一个上山落水。 这个上山啊, 不是一般的山。 什么的山? 发生这事儿啊, 认则见, 认知则见智了。 是吧? 上山。 上山。 水啊, 一定要流动。 不流就不是水,不流不是水。 水的本质就是要流。 上山不是一般的山,不是多少的问题。 少了干色,多了颜色,不是多少的问题。 说水的一种兴趣,就是在那流动。 从哪里流? 从第一处流。 第一处啊,这个表书啊,不对。 不要用第一这个字。 你看,有这么一句话。 天之道。 溃音。 底之道。 六个音。 多的地方向少的地方移动。 我认为这是大山。 这就不虽然多少了。 平的门。 多的地方向少的地方移动。 六个。 到什么时候不流了? 我平的就不流了。 多了也不多了。 少了也不少了。 大家都平了。 不平的怎么着啊? 不平的要出事。 就不和谐了。 这个和谐是什么啊? 是平衡。 平衡。 均式。 在物质上是平衡。 在力量上是均式。 谁也劲儿的不大,谁也劲儿的不小。 有个均式。 在量上是物质。 大家是平衡的。 水性这是流动。 是天道与地道。 鹤野就是上山。 上山落水。 水游也能行之。 是流了。 把多的地方流到少的地方。 把多的地方让它少了。 溃影和流影都是 应想缺流。 多想少流。 多想少流。 上山落水。 这是老子的思想。 老子的和谐思想。 均式平衡。 郭先生,你这样解释。 这样解释好。 可以吧。 大家都是在字面上。 你是把背后的意思说出来的。 对。 如果说要像水一样。 全世界都是和平的。 没有战争。 没有争夺。 都是天让。 你说这个世界都天让了。 那就动说了。 将来。 本能论们 会上山落水 不是一个问题。 本能论是什么呀? 本能论是看见了点什么东西呀? 记下来了。 大家听明白了,不要把本能论看成多么神圣。 不是,本能论是看见人呐,有这么一种能力啊。 哎呦,我可看见你了,我可认识你了。 我记下来,我让大家都认识了自己。 就这么一点点小小小的,小贡献。 看着大道,天道地道,也是看见的,没人的什么呀。 这人呐,谁也别叫谁,自个儿什么都能了不起。 啊,我是什么什么,我也什么,也就是个人呐,你还能是什么呀。 本能论就是认识自己的。 认识自己的一个。 一点小贡献都摸不上。 看见了,不认识。 看见了,认识了,记下了,告诉人什么了。 。 反正他有一点说,他不是愚昧。 你还要说。 还是问上海论里面的问题。 还是问上海论里面的问题。 我最爱听上海论上的问题。你说什么。 嗯,里面有一句重景说,未中有造史。 但是他为什么不直接说常中有造史。 嗨,太好了,你问了。 你要不问,我还没机会说的。 咱就说这一点。 咱得讲什么字就行不行了。 他说未的时候就说未加。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是只有未,没有未加。 他就说未加了。 有未加。 有未加。 未加是说的什么? 我们老师上课解释是, 交化系统、肠道这些, 包括胃、大肠、小肠。 对。 我说未加。 他说的呢, 是现在。 西方说的。 那不是他说的。 那不是他说的。 我说的未加啊, 是一千八百年前呢, 我们的祖先说的。 跟他不是那种事。 一千八百年前, 他说的。 他说的, 他吃生肉的, 他放羊肉的。 我们的知道所谓的啊, 干嘛说卫教不说卫,太聪明了,他五十位。 你看看,要分这个藏不变症的那些人们比,多么有愚昧啊。 我都已经说明了一个大问题,伟家,嗜学讲,对不对?说讲。 我们现在说,长家、李家、王家,对不对? 这不是说他们教的哪一个? 这不是说他们教的,本话是哪个? 教里有三号,说是任何一个号,就是他们讲的。 因为他这个病不是在一个器官,不是在任何一个器官。 明明的是在唱的,他说伟教。 主归你好,按那时候是。 这一句确实是只有问你。 我说,这一句啊,不是光这一句是商汉论。 你看,张九宁是一种收穆态度。 为什么这儿就是个唱? 哪儿就是伟教? 但是,如果真的是那个有形造识的话, 他一定是在常理,他可以直接说常量。 他在这一点上没必要说伟教。 哎,哎,哎,我说我问你,我问你一句。 唱功有造识,要画一个说话怎么说? 哪知道能不能说?不是你,也不是我。 我说的,我说的一句吧,也更像了。 伟教师,对不对? 报课唱吗? 这个地方说,唱功有造识,是在慰的说的。 是在张家说的。比如说,张家有一个弟兄五个。 啊,张大、张二、张三、张四、张五。 但张家说话,说张三。 除了他那姜妹子说,张家,张家不是东西。 理性不是好人,比方跟我说。 谁不好问,张家说话。 这么一种话,你听明白吗? 他说,慰家。 要命之为病,慰家失语。 这儿说,唱功都没有造识。 这唱啊,这是慰的那个老吉。 明白了吧? 他为什么不说一个慰,也不说一个唱? 他这病啊。 他不在一个器官。 他是在一个系统。 在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系统,这两个字。 这个字没有,没有这个表述。 他创造性的说是为人。 创造,是愿意。 对不对? 那造舍是真的,就是那个糞球吗? 对。 那他这句就可以说长,他没必要说慰家。 竟然真的是愿意。 他在威力啊。 你是没评论老师的话。 他竟然是愿意,怎么可能在威力。 我们老师就这么解释的。 是因为你有问题。 你可能是这个习惯在你心里脱这个界限的,非常的显明。 你也很缺乏异动思想。 这是你的一个障碍。 他不是在这一块就不是商汉论吗? 在那一块是商汉论。 它是商汉论。 它是一个人的手笔,一个人的头大脑,在考虑一些事。 他说的表述是最精确的。 不要说是因为卫家,没指出唱卫、笑、唱还是哪儿。 你指出人就是不自觉。 是最准确的是这种卫家。 是习惩。 一个习惩的头,不许用别的吗? 当然,得说打唱。 也得说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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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是卫会接唱。 就病理就在这儿。 小卫啊,没有。 小卫。 因为向外。 拍艺。 没有小肠的声。 有胃。 有大肠的声。 所以它叫样文。 听得懂吗? 你讲话不要这么看。 一定要用系统看。 因为它实际是系统。 实际并不是那一个器官。 说卫家好一点。 再说大点才好。 所以我说一个。 本能系统都保着了。 保起他们来了。 所有文东西都保在了。 你其中变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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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跑不出这个本能系统去了。 你本能管哪一个变成方。 你都是现在外国进口的这些。 什么耳朵吧? 什么脚吧? 什么轰抹吧? 哪个你也跑不出本能系统去了。 这算是一个句号。 我还没回答吧? 你。 你还不稍喷散。 是吧? 这个病啊。 现在呀。 有人说不到见了。 因为见了你也不认识的了。 所以孩子不见了。 我不是说到这些人听明白了吗? 要见了不认识的了。 都会没这个人一样了吧。 听明白了吗? 还没懂明白。 我说一个故事。 我们西安里有的也是听。 那也是听上一个北。 北上已经写的也是。 张萨利斯、王八都随时都被骗着的。 任命啊。 都认为这一名啊。 在脑海上战争的。 西方成为烈士的。 他们的战友回来好几个都说了。 没他们。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没他们。 他过了三十多年啊。 他回来了。 他回来了。 回来了他一进村。 谁也不认识他。 他一打天了。 他一打天了。 那是我们教啊。 什么你们教? 你是干什么的? 什么谁也不认识他。 说我是谁谁的。 你怎么搞的? 你怎么死了三十多年啊。 哪里有这么回事儿的? 谁也不认识他。 你怎么冒充你这不是? 谁也不认识这不是人呢? 你说他算有这不是人呢? 你也说有。 你找来我看看。 来的你都认识他。 你都不认识他。 你都不认识他。 所以这个病啊。 这个病叫咽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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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咽 家父有病或者妻子有病 通过信承拨的方式传给病人方 传给病人 传给病人方 我都知道他错在这儿 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解释伤害论呢 从素 从素的到我以前 都是这么解释的 张牌院宣传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也没解释 提出来一个问题 这问题我解释的不是这问题 这伤害 拆后 拆后是什么意思 病好了以后 不是 主要症状消失了以后 这个字 对不对 这是大事一去 没有彻底好的 还没有恢复 神经还没有恢复好 这个时候 父亲相交 产生的逆软 比如说 难得是伤害 难得患得伤害病 基本上好了 身体没恢复 与他提此交和 这个男的病情 逆软 你笑得厉害了 可是在过去人们呢 为什么讲 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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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你也不能解释,你解释不了。 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过去,你说到这个性, 这是很灵战的东西,就变了一个说法, 变了一个,你看看, 上都是太阳,小都是个月, 央在上,阴在下, 就说央在上,阴在下,这里头内寒的东西, 就是难云性交。阴阳一病,性交出来的病, 哪里有什么交换呢?哪里有什么传染呢? 传染病都有一个天字起了, 今天,河南人从远方回到家来, 夫妻相交,今天完了生病啊,有这么快的吗? 就算是传染病,这个药这也不对啊, 就烧昆散,昆是这种裤子,那人病了,吃女人的裤子, 这种药了,烧成炭,吃了。 不管你认为它怎么可笑, 那是在过去,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 有关于生命,没有不是严肃的。 说呀,说药,不要说这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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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因为它是药,它是完善生命的,世界上没有药东西。 除了思想有药的,所有的外物没有药的。 是你看它,你习惯。你看那些不能吃的药东西, 你看你饿了,你都吃了。 这是毫无意义的。不饿的时候了,你那不愿意吃得多了。 人就这样,人是个复杂的东西。 这个病,不是他们说的那个交换、传染。 而是秉认,整生病的这个秉认,基本上好了, 没有万算恢复,它病清积软。 所以现在还有这个病没有?肯定有。 但是谁也不认识了。 就说没有了,就说我财长说的那位生。 大家都不认识他。 都知道没这事了,你来来的也不信心。 那是教练的。 真的也是教练的。 完全是一个礼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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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